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wake talk 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的项目是探坦x 那么这也是一个昨天在社区中热度比较高的新项目 该项目也是一个通过各种复杂数学公式计算来去做了一套挖矿流程的一个项目 那么用户可以通过自己的以太坊来去铸造探坦x的一个原生代币 这个代币后续又可以通过质押销毁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玩法 让用户获取到额外的一些收益 与此同时呢 用户铸造这个泰坦x所花费的ETH 又将会分配给各种不同的质押者以及销毁者 还有其生态的一些贡献者来维系整个泰坦x的一个生态协议的正向运转 那么该系统以及这个挖矿流程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 而且其实对于质押啊等等这些也都是跟时间有高度帮定的 那么本期视频呢 我就想跟大家去来全面的分享一下这个项目 以及说站在目前的这个角度去投资这个项目会不会有一些的风险 以及我们最好的一个方式应该如何参与 请注意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就为个人件分享 没有任何的投资 建议区块联合数的货币投资风险很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如果你感兴趣 请散马添加微信群 通过刚才的介绍 我相信有一些小伙伴已经对泰坦x这个项目在做什么事情 有一个大概的认知了 其实泰坦x这个项目也是属于算法矿币赛道的一个全新项目 根本跟我们之前所分享过很多次 xn这个项目有点类似 那么两者都是通过自己的算法来去注了一个矿币 然后这个矿币又可以通过自己的质押 销毁啊等等各种方式去反补自己的这个生态系统 其实本质上这种算法矿币类的项目还是ponse 那么必须要有源源不断的人参与 那么才能保证整个生态体系的一个健全 我们来看一下泰坦x这个项目的一个挖矿机制 那么这个项目也是通过eth去来铸币的 然后影响铸币 目前只有两个和核心的一个因素 那么第一个因素就是这个算力 那么这个所谓的算力 其实就是你投入eth的一个多少 我们可以看到最高是100 然后现在的价格是0.2 当然这个价格也会随着时间来逐步的波动 那么每一天都会比前一天去增加0.08%的一个价格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啊 最少是多少 最多是多少 反正你就可以在这里去尝试 这个就是你愿意投的多少钱 那么第二个影响因素呢 则是挖矿的一个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你可以选一天 那么最高是280天 然后你也可以到右边这里来看到具体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我280天 然后投0.2个以太一共能挖出来这些大概是17多克的泰坦x 那么我要花的钱是多少 然后这些钱的总值是多少 然后我的ry是多少等等 当然这一系列的价格以及ry 都是基于目前泰坦x一个价格来去进行相关计算的 所以你可以以这个数据作为一个参考 那么从下面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叫做t-rank的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排位啊 就是如果你排位越靠前 你是可以去获得后面去助逼人的一些额外奖励的 所以大家都玩这个项目 就是希望自己能越往前走 那么其实越往前走 你能获得后面人的这么一些收益 那么同样的 因为目前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早期 所以如果你早期挖矿 也是有一个早期挖矿的额外加成的 现在是9.97 然后这个额外加成也会随着时间来逐步的减缓 这个就是早期人早期参与 那么就有额外的福利 那么你参与的越晚 那么你的福利其实是越少的 同样的 如果你去燃烧更多的这个泰坦x的一个代币 你也能获得一个燃烧加成值 这个加成值最高是8% 那么最多的一个上限是80个兵里 也就是800亿颗泰坦x 不过目前这个燃烧池还并没有开始 所以我们可以去期待一下 然后我们看到目前这里的一个加成其实是零 就是它没有开始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项目比XCN好一点 就是这里贴心的给你设置了一个批量挖矿的一个东西 你可以去设置自己的一个账户 最多有100个miners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一口气加20个以太 然后就可以往里面去疯狂的充值 疯狂的就是进行充钱了 那么今天是泰坦x去运行的第二天 所以它的一个价格较前一天会有0.08%的这个增长 所以我们会看到刚才的这里是不太清楚的只是0.2 但是如果你将它拉到100倍 那就能显示出这个20.016一体是 那么明天这个价格也会持续的往上走高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去重仓投资这个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也是很贴心的给你去设置了这个批量的功能 我们也可以通过白皮书再来重新的复习一下 我刚才跟大家去来说的这个挖矿的几个核心参数 那么这里的一个挖矿公式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这个挖矿的天数 然后就是每天能够挖出来的泰坦x一个数量 再乘以一个算力再除以100 那么最后得到的就是你能够挖出来的泰坦x这么一个数量 那这个就很简单了 那么虽然这个每天能挖出来的泰坦x这个代币的一个数量在下降 但其实这两者才是影响挖矿的一个核心因素 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只有两个因素影响它 第一个就是你的算力 你投了多少钱 第二个就是你挖矿的一个时间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限制 那么最高其实就是280天 等于说你花了多少钱 你花了多少时间 最终你就能获得多少个泰坦x 那么同样的在后面我也刚才说了会有一个早期的放大器 然后最高是10 然后每天350天内每天会降 然后每天就降10%的350 所以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放大器是9.97% 那么在10个小时48分之后 那么这个数据还会下降 同样的还有一个燃烧成数 我刚才也说了就是800亿颗泰坦x 但是目前呢 因为还没有开 所以这个就不能加了 再就是这个t rink的一个奖励 也是根据排位来去做的 我刚才都跟大家有所提到 所以对于挖矿来说 整个泰坦x一个公式其实不复杂 基本上如果你有初中的这个数学水平就可以非常清楚的了解 而且在这里也有非常贴心的一个计算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投入以及需求来去进行相关的一个铸造 然后我们看到第一步铸造完成之后 那么就进入到了泰坦x生态体系中 那么在生态体系中 其实才是这个项目后续能吸引人 或者是大家在其中玩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那么在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对于自己挖矿出来的eth的一个分配 那么泰坦x是通过eth来去铸币的 那么大家想铸出泰坦x就必须要给这个系统以足够的eth 那么在这里面eth会如下分配 那么首先62%会发泡到它的一个合约中 那么这个合约会在UNI v3上面去主动的购买泰坦x 并且将其进行销毁 但是每天销毁的一个数量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今天它的一个销毁数量是这些 然后最高也就是80个eth 那么之后呢 会根据每天的一个时间不同 那么来逐步的一个销毁 其实就是啊 大部分的一个以太坊其实都用来回购了 所以是通过这样来去降低整个市场的一个抛压的 那么另外呢 有28%的eth进入到了一个支付周期中用来去给这些泰坦x的质押者去给钱的 那么这里其实是我们可以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就看刚才我是通过了这个0.2个eth 我没有铸造 我是直接从UNI上买的 然后买到了差不多850几万颗这个泰坦x代币 然后在这里面我也可以选择来去做seeking 然后这里也可以选择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最高是3500啊 这个还挺恐怖的 那么最低是8天 我们也能够通过这里来去看到 因为我现在没有质押 如果我质押之后就有一个具体的数据了 你看到这里有4个不同的分类啊 有5个不同的分类 是8 28天 然后90天 360天 以及最高的这个888天 那么也是根据不同的时间限制 那么你能获得的这个奖励其实也是不同的 然后我们也能够通过这里面来去看到 这里面到底给了我们多少钱 然后每8天一次是给多少钱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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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18等等这一系列 等于说你负的你质押的一个时间越久 那么你就获得的一提是也就越多 那这个也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他们额外还有一个这个奖励 也就是你投注的时间越长 那么你转换成比例的股份就越多 那么你获得的一个收入也会做最多 我们通过这个可以看到 这里有个叫做Shares的一个概念 其实这个所谓的Shares就是Tenna X去质押的一个Shares 也就是这个比率 然后你持有这个比率 我们通过下面能看到第一个就是这个Longer Pay More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额外的一个奖励 那么如果说你付了更多的这个钱等等 这些你也有额外的一部分一个奖励 那同样的你的Shares其实每天也是会被稀释掉的 因为每天质押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然后整个的一个数量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参与质押并且希望你的这个资金可以不断的增长 那么肯定也是啊 每天都要去质押 然后质押的数量也会越来越长 时间也会越长 也会就可以 所以其实Tenna X这个项目看似很复杂 其实底层逻辑就是一点啊 第一个注币 然后拿以太 第二个用拿来的以太去给这些seeker发钱 那么这些seeker谁的钱多谁的钱少 就是看你这个锁定的时间到底有多久 其实就跟XC的一个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你花的时间越多 那么你花的钱越多 你获得的XC也就越多 那么如果说放在long term的一个时间线上 那其实你的成本也是最低的 而且这样你可以去获得真金白银的这个以太坊的一个奖励 然后刚才我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销毁的一些东西 包括这个燃烧池 因为现在还没有上线 所以只能跟大家去通过白皮书来去讲一讲 然后来聊一聊 然后这些大家都可以看 包括说这个放大器 以及说用户也是 如果你在里面销毁 你也能够去获得销毁池中的一些奖励的 然后销毁池也是有28天的一个周期 然后在28天滚动结束的时候 销毁池的总额跟你自己销毁的一个数量 也会根据一个比例来给你额外的一些奖励 那么同样的 如果说这个生态提议中会有额外的项目 那么你去将这个碳台X去转换到其他项目中 那么你也是燃烧 那这个就完全跟XN就更像了 那么XN生态提议中的各种项目 其实也都是通过燃烧XN来去铸造新币的 那么这个跟XN又是非常一致了 那基本上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关于碳台X这个项目的一些 大概就是这里 其实本质上很简单 就是用一个数学公式 让大家去通过以太坊来去铸币 然后呢铸完毕之后又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吧 将获得的这个ETH分发出去了 无论是给到质押者 还是说到这上面来去回购 抑或是说直接销毁 还是说给到这个体系中的一些钱等等 这一系列都是说 基于自己一套生态体系的这种分配 而且这些质押也好 燃伤也好 包括后续的这个月早参与 能够有早期的这个奖励也好 放大器也好 其实这些都是额外的一些福利吧 总之我个人觉得这个项目 其实跟XCN有高度的相似性 虽然都是同属于这个算法矿币的一个赛道里面 但这个赛道目前来说 热度不算是特别特别的高 而且XCN是这个项目绝对的天花板 所以如果你想去对标这个项目呢 也可以去看看XCN目前的一个状态 它到底是多少钱 以及说它的一个市值到底是多少 然后来对这个项目有一个比较综合的评价 我看到这个项目今天拉的还是比较猛 但是在今天晚节时候开始出现了暴跌 而且整个池子流动性也比较少 目前还没有80万美金 所以对于这个项目 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就是 这是一个设计机制 看似复杂 但其实都很简单的一个产品 而且基本上 如果你要通过这个协议去挖出来更多的钱 那么你要付出更多的时间 以及说你要付出更多的资金 其实也是相对批巧的 POW的就很公平的一个方式 那么在这里面唯一不太公平的点 其实就是参与时间的一个先后 但是因为这个项目才开两天 所以各种种关于时间先后的一个影响因素 对于现在的小伙伴跟第一期参与的小伙伴 这个也不算是特别的离谱 就是还可以接受 然后大家也通过这一系列的东西 能找到他们目前的这些数据吧 总之 我觉得TITANX这个项目 今天在社区中活起来 就是因为大家都开始疯怒了 而且是因为目前社区里面比特币开始暴涨 大家都在找这些早期项目 我个人对于这个项目的点 认为它还是一个所谓的PONSE项目 因为想维系TITANX这个项目 后续一系的这个增发也好 或者是这个生态体系的平衡也好 都需要有新人来入局 那么如果没有新人入局 那么这个项目其实也是无法支持的 而且目前看起来 整个TITANX这个代币的作用 除了SEIC之外 好像也没有任何的一些作用 而且这个数据 虽然给了这个SEIC的一个数量很多 但是大部分的一个代币 其实是没有立刻挖出来的 都是在一个锁定的期间内的 所以呢 对于这个项目 我个人觉得还是不要先太过的这个风目 而且如果你像XCN一样 去非常长期的去来挖这个币了 那可能大概率真的会亏完 因为在XCN上面 其实亏的最多的小伙伴 是做长期挖矿的这些小伙伴 所以对于这个项目 我个人的建议是 如果你真的想去参与一下 那不妨直接通过UNI去直接购买 你也不用去他上面搞什么注币 搞什么SEIC 如果热度起来了 大家都在冲了 那直接代币的价格就一定会拉上来了 你就直接做一个非常纯粹的买卖者和投机者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对这些算法 代币项目有一些执念 或者是就想试一试 看看这些所谓的社会实践能不能成功 那么建议你可以去复盘一下整个XCN的一个走法 那么XCN的一些走法 其实对于这个项目有很多的参考意见 因为这个项目无论是代币的就是Mint的场景 应用场景 SEIC的场景 以及后续生态的场景 都跟XCN有高度的这种相似性 所以这个项目也并不算是一个具有全新故事的项目 那么对于这种Poundly项目 其实就是纯看社区的热度 今天看起来这个项目热度是有了 但是明天怎么样 其实我们还是不太确定 所以对于这个项目来说 个人觉得存在着非常高的风险 如果你要参与的话 也一定要是在评估风险之后再去进行 个人觉得吧 这个项目就是看看 后续市场到底有多风险 以及多少人能够进来 那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 那么最简单直接的方法 其实还是买币 而不是参与他的整套生态体系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 了解生态体系什么用都没有 你只需要买出他的代币 然后看看社区里是不是开始风险了 只要开始风险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冲了 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我对TentX这个项目 及其生态体系的一个简单介绍 如果你有更多想要说的 想聊的 或者是也想要补充的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是扫码添加微信群 最后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